欢迎回到梅度新闻 苏十名中国大学生参加了日日艾哈迈德 达荷兰大学的交换生项目 除了学习印尼语之外 他们还学习了爪哇文化 这是一些正在学习爪哇文化的中国大学生 他们在当地文化馆苏南岳大师的指导下 学习如何演奏索罗和日日风格的加米兰 他们在学习的语言语上的语言语上 学习中文化的语言语上 他们已经厉害了 他们已经厉害了 我就会学习中文化的语言语上 他们在第一次学习阖文化的语言语上 所以可能他们在学习文化的语言语上 我相信他们厉害了 除此之外 学生们还甚至怀然地学习 如何穿戴日热和梭洛风格的服饰及头戴 以及日热和梭洛风格的古典舞蹈 在导师的教导下 大学生们还开心地学习 如何玩经典的加美兰游戏 一个非常有趣 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音乐乐器 今天是我们第四次学习加美兰音乐 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接触学习印尼的好机会 印尼文化的好机会 希望能够把印尼的文化带回中国 然后传播给不知道这一个文化的人 学生们表示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日热学习找我文化 希望今后能够为发展 及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做贡献 美的新闻整理报道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 告诉您您的设计 请您收听到这里 请вой设计划 证明 엉上 请您收听一下 打赏